原汁原味的果汁 没有任何渣子 它是靠生亚的 这边出汁 那边出碎屑 大家好 我是兰兰 我刚才无意啊 就看了一个中医大夫 给一病人看病的一个视频 然后就说啊 这个大夫就跟这病人说啊 你身体里啊 有一团火 我给你开这个中药呢 就像水一样 把这盆火给浇灭了 他说你呢 这一生气 等于呢 又往这水里边泼了一层油 现在中药挺贵的吧 你吃了半天 不管用 任您大夫说 你是想生气啊 你还是想要命啊 哎呦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那大夫就跟说我似的 后来大夫还说 说你别看你天天啊 什么养生吧 保健吧 又是海参吧 又是大虾吧 你成天又补吧 又锻炼身体 又公园吧 没用 你这一生气 全完 你就是吃药 都不管用 任大夫说 是吧 我也不给你开药 你呢 回家去调养你的心态 调养你的心智啊 你再回来 我再给你开药 中药挺贵的 现在都涨价 是吧 哎呦 我真好 这次也是啊 喝又买尔珍吧 血压也高吧 然后吃中药吧 然后这个那个的吧 然后回来呢 老生气 有一粉丝啊 姐姐说 来了咱们感觉 你跟你们家张哥 就跟那小孩似的 一会儿打下 一会儿好的 我婆婆就那么说 我们一个三岁 一个五岁 恨他那儿 还那个挂眼泪 那儿就乐了 可是他小孩啊 对吧 小孩可能还好点 您毕竟 五张跟六张的人了 您这身体都五十多年了 工作了 他进不起那么折腾啊 我们俩吧 就是生气的时候 是真生气 气的俩人都鼓鼓的 我不知道看视频间 您啊 看到以后 有没有什么启发 哎呦 不能生气 这不是跟自己过也不去吗 你也不能让他生气 让他生气 没什么好 你说我们俩 从我爸那儿回来了 他在楼底找车位呢 他特别有耐心 他有时候在 我们的车位特别的少 能等上一个多小时 你说你没这么个人 你就得自己干吧 这事 我就一进门吧 哎呀渴得我 我一进门就喝水 就吃水果 你看他们原来也少了 他天天的就爱吃水果 可是现在真的 岁数大了 这牙不行了 你吃这苹果吧 刚刚呢 它挺硬的 然而然说冷一点也不行 热一点 这牙也不像年轻术那会儿了 酸一点都更不行了 然后呢 这机器每次都是他弄 他组装 就是原浆机 一炸就成那个鲜果汁了吗 每次都是他弄 他心性 我干不了这活 没人一看说明书 我都不管 这半天了 我这刚也打电话 你馋不住上来 你不上来 我都喝不上 我这想要渴着呢 我特别不爱喝水 不知道为什么 就水没味 也不知道 北京水质硬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就一到房间 咽不下去 就特别渴 也不想喝那水 但是一说到这水 我又回老家 回征服他们老家 他们是自己挖的井 哎呦 再随便喝 搁一点茶叶 那叫一顿香啊 好喝啊 情水 反正水质可能有关系 哎 就扯远了啊 就说哈 那个 别生气 还有人 我看评论区留言 你也得 你不能老是不惯着他 你得也质过来 你说我质我怎么质 他给我质过来了 啊 几乎这么多年了 是吧 好几十年了 我还治他 我在被 再 跟他 治班回去 就跟那个 我其实有时候也挺气人的 的确有时候 家都是我调起来的 我看他动作骂 我也呲诚他 然后 我一想起 他把我们家钱都 都借给别人 不还嘛 然后打官司 那人也找不回来 我就嫌他特别笨 是吧 特窝囊 啊 辛苦挣了钱 他又那么节俭 我跟着他这么多年 也节俭 然后最后就让人 把钱骗走了 人都找不着 你说现在怎么着 人都这样啊 他也搓火 所以有时候 他一气过 我就老提这事 啊 然后我今天一看 平纪六月 然后有一朋友就说 说他爱人也是投资失败 然后一提这事 他爱人当时就 眼歪嘴斜了 然后就扎针灸 才扎过来 啊 然后我说 哎呦 我是特感谢这些粉丝 啊 以后我再也不再 张他面提这事了 我害怕呀 是吧 万一真有点什么事啊 你男的还特别容易得 什么脑梗啊 什么的 你说俩人老闹都要闹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过去就过去了 他改变不了就我改吧 是吧 你们爱说我什么 说我什么 说我没出也行 说我那个经济不独立 衣服男人 没办法 没权利 没地位 没尊严 所以哈 反正 这个 我这脸皮也厚 说什么 你说 就说这同学机会 还有人说 你就得去 你就去 你就去 他就生气 他就跟你耿耿 他本来他就不自信 我们俩出去站在一块 怎么谁都说 我们俩不像两口子 怎么可能像两口子呀 哪哪都不一呀 他本来他就害怕 然后你说 你在成人气的 他天天提心尿胆的 你给他气出个好歹来 最后 是你那同学给你买单呀 还是得同学跟你共度余生啊 还是你有了事 有了病了 那同学上医院照顾你去 那不瞎掰去吗 对吧 你最后 你真的有点什么事 请能相出的 只有你的老伴 真的 是吧 床前床后伺候你 给你端崴水的 我估计孩子都够呛 未必能指得上 你还得指着他 所以啊 真的 我觉得 反正肯定是有痛苦 你违心吧 你勉强自己做自己 不爱做的事情 肯定是有痛苦的 但是 有痛苦也不一定是坏事 我听一个老师说 你看那麻风病人 他最大痛苦 他就是没痛苦 他那耳朵被老鼠吃了 他都不知道 疼 是吧 他烤火 那手都被烧着了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痛感了 而我们还有痛感 是吧 那我们打架的时候 还会生气 那就说明 还是有感情在里面的 对吧 而且痛苦啊 是可以让人成长的 让人变得更坚强 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 是吧 很快就过去 几十年一眨面儿 你看这一周一周 过得多快呀 所以吧 哪有那么实全实美的 完美的人生啊 有的人啊 就是真是 有的朋友就说 来了 怎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你看你又长得好看 又打个子 能说会道的 然后孩子也那么好 老公脾气也那么好 怎么好事全让你赶上了 是啊 就是明白的时候 特别不明白 然后糊涂的时候吧 就犯晕 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 没事 翻篇 明儿就好了 哎呀 别记仇哈 两口打下不记仇 行 就跟咱俩互动了 同学聚会也不去了 问候一下 然后我为他们祈祷 祝愿大家都平安 幸福健康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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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